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台南 冬至除了吃汤圆之外 还要送火王 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稍后告诉您 另外冬至的前一天是四离日 等于是季节交换的时刻 这个时候气场是比较乱的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过去曾经有一年 我们的前法务部长曾永夫 就在四离日的这一天签下了枪决令 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以解释的事 我们也要告诉您 好 先来介绍今天与会来宾 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员王瑞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江东博先生 惠敏观众朋友大家好 胡孝晨先生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是会观察家 根本 惠敏好 大家好 命令老师 林建一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看看 冬至吃汤圆还要做一些什么 一起来看看 海啸从背后席卷人来 民众仓皇奔逃 海水涌入饭店大厅 几乎要淹没一楼阶梯 印尼当地时间周六晚间 为在迅滩海峡的科拉克托火山喷发后 引起海啸灾情持续过大中 遭海啸袭击后的街道残破不堪 被卷走的汽车和家具残骸 弯斜倒在路旁 马路上更涌现逃难人潮 急车 汽车 急的水界不通 一般印象中海啸总伴随地震而来 不过根据统计有5%的海啸 是因为火山喷发 大量沿浆流入海中所造成 这次喷发的科拉克托火山 在1883年引发的大海啸 造成5万多人死亡 主因就是火山活动 适合100多年相逢灾难重演 印尼当局起初还误判情势 在推动上声称没有喊笑 最后才赶紧改头道歉 现在政府只能全力投入救灾补救 但死伤人数恐怕持续攀升 总理12月8号腊八这天也过在小含洁器里 吃腊八粥就成了特地疑俗 吃进这碗热腾的粥 也把各种土类营养吃进度 在时间硬井 暖心 也暖胃 传统红白汤圆在热腾腾的锅里滚动 冬至来上一碗超应景 现在还有命理师说 冬至这天吃对汤圆还可以招来满满桃花 命理师说红汤圆代表喜气 可以帮助招桃花 白汤圆是纯洁 两种颜色都要吃才能圆满提高桃花正能量 只能其画面拍下一名女子从巷口匆忙跑出来 要跑到对面抄上求助 因为巷子里头宋姓男子持刀寻仇 要砍杀他的干哥游姓男子 但最后干哥夺下刀将宋姓男子砍死 冬至一晚持菜刀赌人 但菜刀遭打落 他又拿出西瓜刀 还是被夺下反被砍杀 台南有一个特别的宋火王 没错 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台南的将军 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宋火王的这个仪式 那这个仪式很特殊 为什么 他在冬至的前一天来宋火王 那么要贴这个所谓的水壶 因为水克火嘛 所以要贴水壶 薄冰岩 吃黄瓜有没有 因为上面会点一个那个 然后薄冰岩 现在到现在为止有131年的一个历史 他很特殊的是他跟这个我们说彰化这些什么上马掌 那不太一样 上马掌是因为要把上刷 要把一些上吊自杀的那些绳索 那个杀刑给他送走 但他们不是 他们是要送这个火王 所以他们但是也有所谓的黑令旗 红令旗 然后还要放鞭炮 扫走 然后要打来打去 还有盗事 还要赶火轨 不过他们在黑暗中进行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黑暗中进行吗 这个也是刚刚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民间的传说一样 因为呢 要在黑暗中啊 甚至于连路灯都要关掉 家家户户关灯都要连路灯都要关掉 关掉以后呢 那么把这些火鬼呢 那么打走赶走了以后呢 送走了以后 用火神来送火鬼了以后呢 因为我要关灯 所以要让火鬼啊 看不到回家的路 你这样看不到 就不会回来了 就不会回来就对了 对啦 这些有点骗鬼的意思就对了 就是让你看不见 都是黑暗的这样子 这个有我们民间传说里面 有它可爱的地方 这个就很特殊的是 就在这个我们的台南的这个将军 那为什么是在将军这个地方 因为它以前是做棉被的 做那个被子的 做棉被的 容易失火 还有它的以前的建筑物 不是都是用茅草啦 或者是用木材的 也容易失火 人家说走水走水啦 走水就是失火就对了 所以呢他们就衍生了 有这样的一个送火王的一个习惯啊 那火王也有一个民间传奇的故事 是王元外 王元外的故事 王党的就对了 这个王元外啊 因为有一个先生的读书人 他去看他苦劝说 你这个旁边就是火神庙 你要去拜火神啊 然后要这个祭拜神明啊 那这个王元外 好业人啊 做行李 从来不把神明放在眼里 还会这个污蔑啊 还会恐出狂言就对了啊 神明能赖我怎么样 我所有的一切都靠我自己的 我命好 我自己打命就丢 然后这个苏生劝了半天 最后被他赶出去 就没想到呢 这个苏生跟他讲啊 十天后 那个火神会来你家 跟你拜访呢 你要好好对神明 赶出去 哪有那种事情胡说八道 十天后 有一位穿红衣服的一个 很清秀的一个年轻人 来到这个地方 讲的话跟十天前的这个秀才 书生讲的就差不多 这王元外说 你们两个一定套好的 你知道吗 就把他乱棒 赶出去就对了 就没想到 这一位红衣服的 这个年轻人摇摇头啊 那么已经给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你还这个样子 所以手一指 天上一团火球打下来 干什么 打中了这个王元外 这王元外就提提 也不过只有一间而已嘛 就不要理他 就一间而已 就提提到这边停通 结果 火一直打下来以后 把王元外所有的房子 全部都烧掉 所以呢 旁边的火神庙 反而都没事 把王元外家 全部都烧掉就对了 所以你要祭拜 要祭拜 要这个心存 这个你说 对神明的恭敬就对了 那一壶啊 分很多 我们常常看他火神 我们各式各样的壶 黄色的最多嘛 黄色的阴阳通用 然后呢 青色呢 调阴兵阴将就对了 那红色的用在祭祀 他现在在解释 各式各样的颜色 你胡号颜色很多 白色的反而日本人最多用 黑色的话 有曲斜必杀的对吧 再来看看 冬至的前一天 叫做四礼日 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刻 气场会比较乱 有时候呢 建议不要做的事情 还是尽量不要太贴词 对 这个四礼日就是 我们有春风 秋风 夏至冬至 这四个呢 就是前一天 就是我们要离开的 就很像 春夏秋风是 好像四个档次 那我要换档的时候 如果有开过 手牌档的人 都知道 就是说 那地球就 好像在那个瞬间 会有 磁场会有 一个很大的变动 那尤其是冬至的前一天 冬至前一天 那其实四礼日里面 是总共 从前一天 之后还有七天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八天里面 让磁场交换的 顺利一点 所以这种日子 通常在以前到家 他就会劝你说 你要不要 静坐啊 静心啊 不要去做一些 就是去 这个心恋往外的 一个动作 那有一个科夫 他拿了小孩 决定要 在那一天办婚礼 那劝他说 不要在那天办 可是年轻人 谁要理你 没有在信这个的 那个臣腐老鲁的学问 那一天呢 我也去参加他们 他也邀请我去 然后我果然去了 去了以后呢 主桌里面 是不是会邀请 除了自己爸爸妈妈 然后会邀请 比较有分量的长辈来嘛 其中有一个 那个女的 他邀请了他这个 干爹来 这干爹是一个 跟李正辉 是有 有交往的 有头有脸的 就坐在那边 刚开始喝没事 喝到一半 两个人 在讨论一个 一个 这个代書 要什么法律问题 其实也没什么 这讨论 两个人突然间呢 对方就把酒 泼在那个 那个 那个南方的 这个长辈上面 然后两个就 拍桌子 翻桌子 把新娘桌给翻了 这个 这个之前呢 其实我们都有个 倒 不是倒香槟酒的 一个塔吗 对对对 他一倒上 那个香槟倒上去 整个塔垮了 结婚发生这种事很 就是 太刺激了 对啊 可是因为年轻人 他就想说 不要迷信嘛 而且那一天 饭店刚好 比较没人选 他比较好选嘛 好了 后来回去 回去住洞房 他这个南方的同学 就闹 闹洞房 闹洞房呢 就把新娘的 高金鞋拿来 倒酒嘛 这个很正常嘛 那个 老公可能今天 发生了 这两件事情 心里已经不太爽 又喝了一些酒 他呢 就把那个 那个要喝的那个呢 像他朋友里面 也一样的 就鞋子都 连那个鞋子都丢过去 里面有酒 然后就不慌好散 不慌好散 过了三个月 那个新娘呢 就是车祸死掉 就是说 那就真的离了嘛 就是这个婚 四离日 四离日 所以有时候 也要跟天 这个 顺艺天使 对 好 我们来看看 四离日 如果枪决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除了老师 刚刚讲到的 四离日之外 在2012年 当时 这个四离日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法务部长 曾永夫 在当年 签下了一个 死囚的 枪决执行 好 12月20号 批准执行枪决 21号 当天 6点 5点多 拖出来 6点半 执行枪决 北中南 一共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监狱执行 六死求死刑 当时是 曾经果 广德强 这个就是 姓女保险案 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个分尸杀人魔 还有曾思汝 洪明聪 黄贤正 戴德义 问题就出在 这两位身上 洪明聪 跟黄贤正 而且里头 都牵扯到一个 诡异的数字 3 首先先讲一下 黄贤正 犯案的背景 当初啊 他一共夺走了 三条人命 3 他怎么夺的呢 他在1995年的时候 当时他 因为他妻子 怀疑 他妻子外遇 他就把这个对方 把妻子给杀死 掐死 活活给掐死 然后他进去坐牢 坐了7年 2002年出来 当初他的育友 就来找他说 你还欠我5万块 没有还 所以呢 他就直接开枪 射杀了他这位 只为5万块债务 讨债的育友 而且杀完他之后呢 活活把他 压在水浸里头 让他淹死 他后来隔5天 他因为怀疑 他当时现任的女友呢 有这个 我们讲的 双性的倾向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 他女友的 对方的情敌 那因为是同性恋的话 那对方的情敌 一定也是女的嘛 就把他给 这个 又杀出 又杀 这个引诱出来之后呢 杀他 杀了他的手法也很残忍 用这个胶带 把他抱着 全身像木乃一样 然后全身最后 窒息而死 好 到了法庭上面 在法庭出庭的时候呢 曾经就有一个法警 当时在 我们晓得法警 在法庭上是维持秩序的 就突然呢 这个法警就很害怕 看着这个 他的这个 我们算是被害的一方 就是他的 当时那个女友 他没有杀他 他是杀他的情敌嘛 他又来出庭 结果法警看到他 就觉得怪怪的 你知道哪里怪吗 不是那个女友怪 是女友后面 有一个不相干的一个男的 跟着走进来 而且怒气冲冲 那法警就走过去说 你不能进来啊 可是后来不对 因为法警发现 只有我看到 别人怎么都没看到 就发现这时候心里想 自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 马上呢 就跟他讲说 我们一定会 法官一定会秉公处理 你怨气不要这么重 你可以走了 蹦一下 那男的就化为黑影消失 还有这种事哦 可是不对啊 惠敏 那是男的啊 情敌是女的啊 如果这个情敌被他杀了 真的是冤魂不散的话 那应该是个女的来了 结果就当时他出庭 他就跟法官讲 他说他杀的那个被害人 那个红姓女子啊 身材魁梧像男人 法警在旁边一听 就觉得整个人就被己发凉了 可能是他看到的 好 这么多的巧合 还没讲完 因为当时当法警 正觉得诡异 再加上这些奇怪的数字之后 突然 黄贤政又没来由地对着法官讲说 你赶快啦 你要嘛就赶快把我判死刑啊 不然的话我出去 我要再杀三个 他为什么不讲四个五个六个 偏讲三个 他力气好重哦 对啊 三年后三月杀三人 说再杀三个 法警现场又看到了 别人都看不到的润铃 结果执行枪决那一天 大家看一下 四离日 四离日的隔天 马亚末日的那一天 当时呢 这个执行枪决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法警呢 第一枪打下去卡弹 第二枪又卡弹 第三枪就卡弹 当时很多现场的这些 包括检察官啊 或者是法警 他们心里都想说 哇 拖了十几秒哦 都都三枪都打不死 结果就有人就讲 你不是杀了三个人吗 这三个人啊 在现场可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让你没那么快就可以走 结果第四枪第五枪 就过了三才顺利的执行枪决完毕 好 洪明冲呢 他犯的案子呢 是因为他这个跟妻子之间有嫌隙 所以他一时气愤就跑到了娘家去纵火 结果意外的烧死了这个妻舅 和妻舅的三名小孩 就是外甥 好 夺走四命 然后呢 后来他在法庭上面他也呛 他说我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你放我出去的话 我见一个还要继续杀一个 好 执行死刑当天 也发生怪事 为什么呢 一样哦 第一枪打下去 结果呢 没事 五分钟之后 因为他们要确认死亡嘛 五分钟之后发现他还有气息 第二枪打下去 五分钟后再验 又还没断气 又是三 第三枪 砰 才打下去 才结束生命 连续两边都是三 再来看一下年关将近 马上要换一个新的年了 这个时候也是作杖的时刻到了 作杖要小心什么 早期前几年 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多 你如果今天一些赌客 要签六合彩 或者是五三九 那又或者是一些像 或者又或者是 一些美国的天天乐 那其实通常都是打电话嘛 给主头来下单嘛 那几年前有没有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庄家 他很聪明 他就想到了 奇怪 那个球板 就是那种MLB跟NBA 有地下的球板 那为什么他今天这个数字 他不能把它做成电脑板呢 而且他跟股东在拆账 在拆报表 在一些在计算的话 会比较好 更容易 后来他那时候就想到 那干脆他就来组一桶 数字的电脑板 然后他那时候就找很多 就是一样都在做主头的 就是一股就是三十万 那一桶可能就是六十股 至一百股 也就是资本额 就是在一千八百万 至三千万 可是他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这个方式这个逻辑 到底行不行得通 不知道 后来他就那时候就找了 就是拆成了六十股 那就是说 看你想要认几股 认几股那就找 后来他就总 他就已经把他 后来股东都找好了以后就开始走 那时候我朋友因为他们都有在去加 他们都有去录 他说那时候因为他们一季 其实他们都平均的话 三十万一股 就是一季也就是三个月 都还可以分到三万至五万 好一点还可以分七万 那快一点的话其实很有可能 其实一年就回本了 那他说他们那时候在做 他们就觉得说都还不错 那就是每一季都在分也很稳定 那奇怪到年底的时候 就是十月到十二月的时候 这时候那大股东就跟他们讲说 这个就是这一季有没有 就十二月跟他们说 这一季好像不太好 以往都是可以分五万七万三万 这一季每一股只能分一万多块 那后来他们就后来就问 说他怎么会这一季做得不好 他说这季甲太厚掉了 就是说会员 大家都中三星四星 都太会签了 那后来我这几个股东 小股东他们就去查 因为其实这个都查得到的 你这个报表一打出来 其实这都清清楚楚 后来那时候打出来以后 原来当初的这个召集人 也就是这个大股东 他根本他就是自己动了手脚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你们这些股东都不用做事情 而且每个月 每一季还可以这样分那么多 他觉得说 我没有给你们分这么多 所以他在最后一季的时候 也就是年度报表的时候 他就动了手脚 他不想要让你们分那么多 后来这些股东 这些小股东就把大股东找出来 那有一次再把他找出来以后 后来就对 你说你对我看 你说这一人可以分也几块 其中有一个股东 他入了十股 十股 你看一股是一万块 本来是可以分五万块 五十万跟十万块就差了四十万 后来他其实 他早就已经有安排了 也找好兄弟 就是要红门宴 后来就他大股东 哑口无言 讲不出话来 后来兄弟就出面 要来瞧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现在要动手脚 你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动手脚 搞不好你其实在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你都有动手脚了 谁会知道 你就是人就是红门要给他拗 那后来这些兄弟就跟他讲 不然这样 你快点你要拗 红门我们要给你拗 后来叫这个大股东 要拿一千万出来处理 不然不放他走 而且据说那一次 他们是约在一个很高级的餐厅 那些兄弟是直接枪直接 弄在桌子上 你一千万 你如果不要处理 你怕你不用想走 然后到最后来 这个大股东说 有 他是有起的贪念 但是他说 我也没给你们站这么多钱 一千万我真的没有 到最后就变成折中的方式 这个大股东 他拿了六百万 出来跟这些股东背回 然后他自己 他自己这个大股东 持有的这个股份 全部让出来 给这些小股东 全部把它吃掉 一般公司法的规定 就是公司大小 这样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样才可以控管嘛 那当时我对不起 要上下起手的时候怎么办 这真是一个怪招 那这是一个在泰山的一个建商 他姓陈 那么他十多年前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就是担任董事长 但他其实也兼任了一个电子公司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 就是属于那个 我们讲室内装潢 这样公司的一个 这样董事长 那等于三个董事长 集于一身 但因为他的那个建设公司 本身来讲有点亏控 那亏控完之后 当然就怕就是说 可能会撑不过这个年关 所以呢 他就跟他的秘书 其实他秘书是他小三 他就跟他讲 他就说 这样子 你去 去跟那个会计 就女会计 好好的 高批接 哈拉一下 然后把那个大张弄过来 这样 就叫姐妹嘛 然后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就想办法 就慢慢来凹她 就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秘书呢 在这找了那个女会计 找了那个女会计之后呢 后来之后的话就是 大家比时间往来的还不还不错 后来有一天就跟他讲说 公司临时之后有一个什么事情 就一个文件 缺一个大张 就这样子跟他讲 就没想到这个女会计 竟然就把这个张就拿给他了 拿给他之后 没多久之后 这个董事长就马上 立即拿这个张之后 马上就做了一些 伪造的一些证件 然后甚至他包括一些厂商 给他应付的一个支票款项 他就把他做的 就两千万 把他拿来做换票 就换掉了 降为己有这样 后来慢慢陆陆续续的时候 就开始掏空这个公司 掏空了 光那家公司掏空了 一亿三千多万 掏空完之后 后来没多久 他就跟那个女秘书讲说 这样子我后天的时候 要去香港一趟 这样子机票帮我弄好 弄好完之后的话 我要带你去 然后这个女秘书讲 还没问题 没想到两天之后 董事长去了香港 是去了 没有带女秘书去 女秘书觉得怪怪 奇怪 不是说董事长要带我去 他说不要去游那个什么 那个一些什么海洋公园 这个地方去玩这样 什么都没有 结果他在想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快去就来找女秘书 就跟他讲说 那是把我的张拿走了 你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我已经有 大概三四天 都已经没有那个张了 后来之后两个人就开始聊一聊 聊完到最后之后 后来才发现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姓陈的董事长 叫女秘书去骗 这个女会计的张 拿来之后呢 然后来把那个一些那个 公款拿来做移转用 之外还有另外的话 就是让这个女秘书 小三 背负了就是有亏控公传 就是这个侵占公款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 两个人一对完之后 女会计也发现到 你是小三嘛 对不对 结果女会计就讲说 我也是小三 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这两个小三到底是 谁是小三 谁是小四 两个都吵半天 没多久之后呢 又传说另外两家公司 也同样类似的状况 三家公司加起来 一个差不多七亿多 这妙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那天董事长 的确去了香港 带了小五去 也就是说这个小三小四 你会计跟女秘书 两个人人才两空 也就算了 这个董事长 就还带了一个小五 到了香港去 到了香港去之后呢 后来就慢慢陆陆细细 那时候就有人就去 那个当时台北县的 那个心理大队那边去报案 就说他涉嫌炸击侵占 还有包括有像 那个亏文空款这些问题 后来慢慢他去查 三家公司里面发现到 其实这个建设公司 有小三小事之外 另外的话 两家公司也有 另外有一个女朋友 所以这个加起来 就很乱了嘛 这个董事长 他有美国的一个绿卡 所以后来带了小五 就到了纽约去了 带纽约去之后呢 就没想到他爱上别人 就把那小五 当下在街头丢包 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2018年 这个选举 对他有一种什么 某种奇怪的鼓舞作用 因为他前段时间的时候 透过朋友讲说 他想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呢 因为他认为 他的那个追溯期已经过 有吗 其实没有 他算错了 他为什么算错 因为他后来忘算了 那个简单官有 还在追加的状态 然后他就讲说 大概在这几天就要回来 结果调查局 现在目前已经知道 他这个人 因为他已经改了名字 那个名字呢 跟我们那个香港的 武打巨星 那个名字很像 也有两个字的 非常非常像 而且呢 他也取了一个英文名 叫Jackie 就大概就知道 大概是谁这样 没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记者也蛮辛苦的 这个年关将近 也是忙的 那到了 好不容易忙到这个 过年 大家会有轮流休假 但是报纸还是要出的 可是这个时候 发生命案 真的会是人养马翻 那么在民国84年的 除夕夜 晚上七点半 那每个电视台或报纸啊 其实大部分呢 都有少数的人 在那边值班 有时候甚至于 某些报纸呢 一个县市只留一组人马 或一个记者这样而已 那除夕夜 能有什么事呢 眼看着晚上七点半 那围炉的菜都已经上来了 拜拜也拜完了 围炉上来了 大家开始开动的时候 传来一个消息 一个不幸的消息 复兴航空 春节加班机 从马工要飞到 松山机场要载客人 那回到这个马工啊 他不见了 桃园的记者 几乎全部都扣回来 对 除非人在国外 否则这么大的事情 空难啊 所以几乎都紧急 都把他们扣回来 所以他们连那个菜 都还没开始夹 对不对 就全部 所以这些记者 全部都冲来了 要傻眼了 为什么呢 因为空难的飞机 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因为只有那个 目击民众说 他有看到 有好像飞机飞到山上 然后有了爆炸的火光 可问题是 是在那个方向 但是他一直 那个方向是在山里面 那到底是哪里 没有人知道 那就只好根据他说 指的那个方向 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嘛 所以大概第一波 有三四十个救难团体 然后跟警方 消防人员等等 那媒体记者也要跟着去啊 也要跟着去 因为采访太重要 我必须要现场的要拍照嘛 所以我只能跟着去 从那么道路 一直到产业道路 一直到紧急开了一个 类似登山 那个登山口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天又下雨 所以非常拟念不堪 然后还要想办法 把那个道路开完 把那个荆棘什么都弄开以后 到了现场那个地方 终于在惠俊的九牛二虎之力 不知道几个小时以后 终于在那个地方看到 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 好 重点来啊 那晚上已经十一点多才发现嘛 那现场拍照要赶快回来发稿干什么啊 然后呢 赶到的人赶快弄好以后 又要急着下来 然后另外同事又要赶快去弄 所以呢 下来的时候几乎都是屁股叠交的 因为太滑 太湿了 全身都拧拧 然后记者拢啊 狼狈不堪啊 而且现场很惨 因为在除夕夜 现场非常的惨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政府驾驶 跟两个空服人员啊 那么其中呢 有三位是身手益处 有一位 一直到五天后 他的头都没有找到 你知道吗 过了若干年以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他们其实从黑盒子里面发现 就在即将要撞山那一刻 其实都还在聊天 其实跟空服人员都很正常在聊天 就最后发现 竟然就在那个时候 从大屯山 不知名 不知道什么来的 无线电波 去整个盖台干扰 发出了假讯号 所以让飞机 对 让飞机 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个错觉 所以意外撞山 另外是命案 是人为的 也是在过年期间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小年夜 跨过除夕夜的 半夜十二点 在哪里 苗栗头粪 苗栗头粪呢 两个街友 他们两个街友 有点喝了一点酒 走走走 又走到垃圾子母车 就是放在路上的 路上的那种垃圾子母车 他们发现 有一个 亮亮亮亮亮 蛮亮的那个东西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把拉链一打开 里面是一具 没有头 没有四肢的 女性的躯壳 你知道吗 把她给吓死了 然后赶快去报警 那天不是出戏吗 所以呢 警察 记者 又全部泡汤了 全部紧急招牌 后来发现 他是被杀了13刀 身上砍了13刀 然后后来被 把头部跟相关的 双手双脚 把她弄掉 所以它应该就是一个 谋杀命案 过年期间 人家都在围炉 都在享受 他们必须奉命找出 头部跟双手双脚 那既然有丢到植母车 那其他的会不会也丢到垃圾植母车 那到哪里去找 到垃圾场去找 我的天啊 那你要找垃圾场 他说他们的口罩 戴两成以上 进去没多久 就快被垃圾的 那个沼气熏的 是不是让狗来找 问题是 问题是在那个情况之下 想说能够自己先 先找了就找了 你知道吗 王姓共产是 其实也是蛮可怜的 他的太太也有躁遇症 那么常常对她家暴 所以那天其实是在吵架 过年前的时候 是因为那么太太都 她很辛苦在工作 然后太太又都在打电 打电动干什么 打电脑 然后她只是跟太太讲说 我这样很辛苦 那你妈 你母亲住基隆 对不对 然后生病了 又要找人家照顾 你能不能把她接来 我们家让你照顾 因为你都没事做 你都在打 结果她太太一听之下 火大先打她耳光以后 还冲到浴室去 冲到厨房去 拿了这个水果袋要刺她 所以一气之下 整个压力爆发 就抢过水果刀 就把她刺了十三刀 然后紧急而来 又想到糟了 我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 所以后来又去买 一些锯子电锯什么东西来 又趁两个孩子 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就把她分尸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过年的时候 什么生意可以做 炮竹的生意 现在有些地方 是不能放鞭炮的 在之前没有这个规定的时候 炮竹的生意 兄弟也是锁定的 那我有认识一个兄弟 他其实他大半辈子 其实他都是在拥叫 拥叫就是说 他都是在用赌场 那因为他用赌场 都常常要被警察抓 而且一个点换一个点 他说 他即使换去山上 还是会被抓 甚至也有用在摸阿波 他会被抓 人生这样也没什么意思就对了 每次被抓 都要花那么多的钱 他后来就像说 干脆不要用好了 后来有一年 他就突发奇想 他就觉得说 那干脆 不然就来不拨了 因为他觉得说 跨年 到过年其实将近会有45天到50天 如果能不能买这么拨 不要买这个圆会 还能买这么年轻 那应该是不错 所以后来就去找 透过关系去问 然后后来有去问到 他说他在竹南 有找到 因为大部分的炮竹工厂 都在竹南苗栗 后来他说他在那边有找到 可是他说他那时候 跟人家谈的条件是希望说 他想要跟人家垄断 买断就对了 今天你卖我 你不能再去卖别人 对 所以后来 那时候找了好几家 其实有好几家 都不愿意跟他配合 后来他那时候说 他找到一家 在竹南那边找到一家 愿意这样跟他配合 可是条件就是 他的量必须要够大 因为我总不可能 只卖你一家 我都不用吃饭 所以后来那时候 因为量比较大 就有答应我这个兄弟 那后来我这个兄弟 就等于说 就跟他切了蛮多的货 那回来台北以后 就叫少年 去每一个夜市在那边卖 因为快赶着跨年 但是一直到有一天 就是在跨年的前一天的时候 他说在夜市 有小弟跟他讲说 大爷 奇怪 那怎么有一两摊 他卖的炮足 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那当然每一间卖的东西 其实会有大同小异 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落差 因为他们会有一点 他们所谓的小改款 就是比较外形不太一样 后来我这个兄弟就跟他说 不然你去买 你去跟他买 每一种都买回来 因为后面也会有一些制造商 一些地址有的没有 你跟他买回来 看是不是我们同一间厂商 果真小弟去跟他买回来以后 每一样东西都比对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而且啊 他们卖的还比他卖的更便宜啊 大爷觉得奇怪 这根本就是 怎么会卖一模一样 那其中一定有炸嘛 后来 去靠着头 靠着烟火就在炮的头家 后来我这个兄弟就给他抢 他说你最后是去炒得清楚 对啊 你现在告诉我 说有还是没有 后来老板去查 去查完以后 因为这个炮竹的老板 他就只跟他的骨子 两个人在做这个生意 后来他去问 我问他们骨子 他们骨子才告诉我 有 有啊 有卖给其他的啊 怎么了吗 后来老板知道 他说事情大掉了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 我们这次过年啊 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都要买一个固定的大 不能再买给别人啊 我没跟你说 你也不能买给别人啊 其实他鼓话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 后来后来给他打电话 给我这个兄弟嘛 其实 伤害已经造成了嘛 后来我问我兄弟说 想要怎么处理 我兄弟说 后来我兄弟跟我说 他总共跟他批的货啊 大概是批六七百万 可是 伤害已经造成了 那他说 他就跟这个炮厨的老板说 不然你要怎么处理嘛 对啊 你想不然你这样啦 你把我的货 全部都给我批回去 我譬如说 我给你挂这些货七百万 我没掉 没掉就没掉啊 你现在你货全部收回去 你七百万 现在全部给他做一次拿出来给我 后来炮厨的老板说 这样也不合理 对 后来他们两个就在那边 一直瞧瞧瞧 到过年的前夕的时候 有没有 后来炮厨的老板就说 不然干脆这样住的 我赔上你的损失 后来最后好像是拿了两百多万 快将近三百万的 这个大红包 才把这个事情整个安下来 不然我这个应该 本来是要跟他配了 为什么 他说我整齐我名字不在啊 我这样去跟他照射 去把银子开嘴 结果我还要好好做生意 结果你还把我补这框的 好家在事 又补贴了他这个大红包 是不是炮厨的要注意一下 我们今天也是戊虚年嘛 对不对 戊虚年马上要交接到 几亥年 几亥年 这是一个炮厨的 他这个是有 叫平地墓 就是阴阳 今年的戊虚是带有这种 两个歌嘛 天干地 地支都有歌 所以今年是一个 就像一个战争的年 是一个混乱的年 那接下来呢 那几亥年 是天要克你 前面是人祸 互相歌 这是天要歌 对 天歌比较恐怖吧 那个几亥是阴的 来阴的 所以这种是阴煞 所以这种年呢 很闷 就是说你好像 好像有 有 道理讲不出来 等于今年还是可以吵架 对 明年变成你很闷 2019变成很闷 就是好像很忧郁的 所以会有很多 比如说这种年呢 磁场更不安定 不安定是阴性的 就人容易发这个忧郁症 或今年是好像躁狱 明年好像忧郁 这样形容会比较简单 怎么办啊 你闷在里面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养心 养神 那五黄煞 基本上到了2019年 它会跑到西南方 这个五黄煞 西南方如果以整个台湾看 是高雄 就是这五黄煞在这里 那我们讲 所以五黄煞煞气来到高雄了 对 就是2019 2019的话 就是从这个飞行里面来 西南方 会进入了这个五黄煞 那五黄煞再碰上几亥年 那这等于两个煞 等于交织在这个位置 所以等于整个台湾里面 最澎湃 最热闹 最有争议性的 就是在高雄 所以这个 我举例了一个 跟这个地缘也有一些关系的 一个大企业 他原来家里 要去挽金 结果打开 他的祖先没有化 全部通通晕湿 那后来 就 他在之前叫我去看说 他要 他要请人家挽金 我说你这不能动了啦 我从佛幕外面看 你里面已经有晕湿了 你直接挽没金 他那个 那个 老板娘 他都不太相信嘛 他还是叫人家去捡 结果打开 就跟我讲一样 然后就来问我说怎么办 我说 你还是要等它 这个化掉以后 再来 这个粉就不要用了 因为这个粉已经 已经变成了这个 这个是煞地的 那 结果后来 过了几年以后 我帮他找了一块地 这一块地呢 是有风水 可是他会比较慢发 他比较属于那种 就三级的这个龙穴 所以他会拉比较长 OK 那我想说他也 正常的迁离到正面 你干嘛不找一级的给他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找到一级 一级是马上发嘛 然后他的龙 可能就是当时 就已经流连到 那有东西是 你不见得要 就是说 你还是要长远地想 你有一个好的风水 那可以就批准子孙 那也就OK了嘛 那结果呢 那有一天我在 刚好在高铁 就是那个商务舱 买了一个票 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娘 嗯 然后他就说 感谢我啊 讲客套话 我们现在已经发到多少亿 就跟我炫一下 我想那个地那么慢 怎么可能现在 发成这个样子 后来我亲民的时候 因为我的祖先 在跟他同一个 山头 所以我就去看了 诶 那个坟后面多了一个 不是我帮他弄的东西 有一根石头 长得像黑色 像火这样子 就在那个坟的尾巴 就是坟的尾巴里 那我在想说 那个煞位怎么好 那个是一个五黄煞的位置 怎么会给他插一个这个东西 后来有一天 我在一个朋友的聚会 认识了一个人 那个人跟我炫料 就是说他去帮人家改风水 他是学浮仙的 那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要他们的浮仙的方法 是改风水 要怎么改怎么改 听起来好像 那个东西就是他弄的 后来他说 因为我们是学浮仙 所以我们在坟的后面 我们要把它加一个火的尾巴 就烧着让它跑 这样 结果呢 没多久 这是有赚钱 但是这家公司爆炸 赔了很多钱 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冲出车道 撞向人行道 只见他人滚了好几圈 机车因为惯性 无人骑的情况下 又往前冲了几公尺才倒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骑士钻车缝又骑得飞快 怎么没想到 一时没注意到 前方这辆货车要右转 撞了上去发生意外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男子还有义士 将他抬上担架送衣 光线骑士手臂骨折 肋骨折股受伤 身上还有多处插伤 还好捡回一命 上班抢快钻车 不但机车车壳 多处破损 得花上一笔修理费 恐怕还得负起大部分的造势责任 黑色兵士轿车 逆上林亭路边 一群黑人手持棍棒就是一阵猛杂 你还叫我过去拍 要我当占地义者吗 救命啊 那车冰市直接被打烂 目击民众探杀了眼 但黑人丝毫没再怕 而警方不到十分钟就赶到现场 还有两三个人在逛大街 没有啦 不干我们的事 跑掉了 都跑掉了 没有的 砸车 砸车 打人家车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砸车 不是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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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看到出门两个 当时已经凌晨 但来来去去的车子还不少 二煞竟然肆无忌惮 在大街上寻仇砸车 也让民众直呼实在嚣张 凌晨十二点多 高雄凤山这处豪宅门口 来了一名体型围状女子 打开盖子按门铃 但屋主没回应 女子不死心 四根手指按着不放 中途还曾离开 每多久又绕回来继续按 甚至出动了天残角 大力踹门 今天的经贸追其令 要来看看 发生在台北市民生社区的一起命案 一开始以为是火警 到了现场扑灭火 是赫然发现里面躺了三具遗体 手脚都被绑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把时间交给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 台北市民生东路的民生社区 那么一向是一个治安比较好 环境很优雅的一个社区 那么在这个突然间发生的一起火警里面 先邻居先听到一声爆炸声 没多久突然间就发现公寓房子 冒起了熊熊的大火 所以邻居赶快打119报案 那么包括警方跟消防队员很快的速度 赶到了现场 因为火势非常的大 所以后来整整铺就了大概二十几分钟 快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终于把民生东路的这个公寓火警 给它扑灭 不过整个房子里面 已经烧的全部焦黑 而就在清理火警现场的过程当中 更赫然发现火警现场里面 烧死了一家三口 有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子 被烧死在这个火警的现场里面 不过令这个消防队员跟警方惊讶的是 这并不是一起所谓的火警 双手双脚都被用绳子捆绑了以后 连脖子都还缠绕着热死他们的电线 事实上当时在火警现场扑灭了以后 包括警方包括检拿棍跟法医来到现场进行验尸 他们首先清查了死者的身份 发现这一名余姓的男主人 他自己本身的身份是台湾银行一家分行的工友 那么这一位女主人 曾是在现场的这一位并不是她的太太 而是她的同居人 这个王姓同居人跟余姓男子生了一个五岁的儿子 也被一起撒死在同一张床上并列排放著 而三个人的尸体都因为火警纵火 所以在汽油的催化剂不断的火警温度之下 三个人的尸体其实都已经烧得焦黑 而警方大胆地研判歹徒进到现场了以后 当时应该不是这个男主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而歹徒应该是认识的人 因为一开始根据邻居的说法 在民生社区这个地方平常是比较安静的 所以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吵声 也就是歹徒应该跟屋主认识 而进来的时候很可能是女主人跟小孩子 只是在家而已 因为邻居说当男主人骑着摩托车回来的时候 中午回来的时候 他们还有听着摩托车 骑到骑楼下面放的这个声音 然后男主人上来了以后 没多久突然间砰的一声以后 就开始发现有烟跟火冒出来 开始地产式的搜索了以后 赫然发现他们的交往情况还蛮复杂的 警方查出来这个死者他们在住家 兼营了六合彩的签注站 那么六合彩的签注站自然有一些赌客 会打电话或者是来到现场进行这个签注 立刻查到了一个黄姓的计程车司机 涉案情况非常的严重 而他跟基线的死者他们几万块钱的赌支 最近常常为了吹讨赌支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警方就根据这个线索 可以调阅大量的监视器 来调查这个黄姓计程车司机 警方追查线索之后 发现有一位计程车司机 涉案的这个嫌疑重大 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国中生可能是共犯 这两个不搭嘎的人怎么会共同犯下命案 到底怎么回事 瑞德 原来那么警方查出这个黄姓男子 他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这个网咖流连 也因为在这个网咖流连的关系 所以呢间接的认识了两名国中生 这两名国中生是分别15岁跟16岁的国中三年级的这个学生 而这两名国中生也因为平常喜欢玩这个赌博性的电动玩具 那么在外面打了以后呢也因为这样子缺钱 所以呢阴错阳差就这样跟黄姓男子啊 那么搭上线了以后呢 本来是打算强盗财务 为此他们还曾经到了案发的现场啊 先进行这个相关的模拟作案的一个实验啊 大概要怎么下手怎么侵入 然后最后怎么得逞 怎么逃跑等等啊 所以假装要还钱 那么也按开这个电铃了以后呢 那么王姓女子把门打开以后 三个人进去以后呢就分别的扭住那个王姓女子的手 还有按住押住他的背 然后呢把王姓女子跟五岁的这个男童啊 一起捆绑丢在这个主卧室的床上 因为在旁边发现了一张合作金库的这个提款卡 所以还逼问密码 不过因为怀疑王姓男子 王姓女子能顺口说出来这个密码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呼隆我的 可能只是要让我离开 所以由其中一个人出去领钱 另外两个人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也一样看守 果不其然 王姓女子所报给他们这张合作金库的提款卡的密码 是假的 所以回来以后非常的生气 生气了以后呢 就扬言啊 那么如果再讲假的这个提款卡的这个密码 就要当场杀了他五岁的儿子 这时候王姓女子才被迫讲出真的提款卡的密码 就在同时 余姓男子回到家了 那么回来 回到家之前啊 就在门口呢 叫了这个小朋友的 弩命啊 叫了弩命了以后呢 就没想到门一打开 竟然是三个凶神二杀在里面 把他拖进来了以后 把他进行了捆绑 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 进行捆绑了以后 把三个人都丢在这个床上 紧接而来 分别从他们身上搜刮出了八千块的现金以后呢 一不做二不休 竟然就直接把三个人活活给勒死了 把三个人扛到这个床上摆瓶放好了以后呢 直接大量的泼洒汽油 紧接而来 两个小朋友离开以后 他才开始放火 放火的过程当中 还曾经不小心烧到了自己的头发 警方还后来掌握到 这个黄姓男子呢 到三重一家理容院理法店呢 趕快去修整自己头发的相关的证据啊 而警方在掌握了整个状况以后呢 那么巡线发现 不仅黄姓计程车司机啊 连人带车不见了 后来还发现这两名 那么只有国山的学生犯案了以后 也不敢回家 因为发现 事情大条啊 直接杀了一家三口面门血案 当警方逮到他们了以后呢 那么把全案的来龙去末 查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呢 不仅这个家里面的家人啊 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震撼 最后连学校也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两个国中生 竟然会跟一个陌生的这个成年人啊 为了区区八千块钱 犯下了这样的一起灭门血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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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